吸二手烟有哪些危害? 伯利娜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二手烟 二手烟就是我们说的被动吸烟 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吸烟 而我本身不吸烟 当我暴露于烟草的这种环境中 吸入就叫吸二手烟 二手烟的危害如果长期吸入的话 它跟吸烟的危害是相似的 因为烟草在燃烧的过程中 它会释放出很多有害气体和有害颗粒 这些气体和颗粒随着我们的呼吸 会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 长期吸入二手烟会对气管黏膜 甚至于肺组织造成感染 甚至于有引起癌变的可能 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吸入二手烟 特别是对于女性的话 虽然自己不吸烟 长期吸入二手烟的话 也会造成肺部感染 甚至于乳腺癌的发病率 都会增高 儿童吸入二手烟也会增加肺炎的患病率 对于孕妇在吸入二手烟 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的烟雾中 会造成胎儿的这种发育异常 甚至于流畅 因此戒烟是我们全民应该开展的一种运动 对于我们每一个市民来说 对于戒烟应该人人有责 专家提示 一 烟草在燃烧的过程中 会释放出很多有害吸体和有害颗粒 长期吸入二手烟会被气管 粘膜 肺组织造成感染 甚至有引起癌变的可能 二 特别是对于女性 长期吸入二手烟 会造成肺部感染 甚至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加 三 儿童吸入二手烟 会增加肺炎的患病率 四 病腹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的烟雾中 会造成胎儿的发育异常 甚至流产